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愿意分享自己在太极门1219事件当中所遭受的冤屈 更愿意指出在太极门的案件中所有国家公仆所犯下的种种违法施政 透过这些种种违法施政来作为小营政府改革希望工程的真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来了解一下太极门案件的始末 事件起来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嗨子们 什么事 嗨子们是古老的七公无数小型门派 欢迎你公英团里 西流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指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裁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氏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意识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子们 并威胁不恶 提供受羁压的师徒 哇 这实在太巧鬼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予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其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禁师礼 禁师礼是 Ditz感恩师父愿意收徒的心意 是尊实装刀的表现 其兴致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其叔叔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子们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 无罪确定 还给太子们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正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遭无辜积压的仕途 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监察业更调查指出 侯宽仁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子们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大道 将近20年不论太子们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正与书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子们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 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隐匿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子们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睡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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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睡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付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子门案可一窥 部法检察官的滥权 活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抢扩人民交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災户暗夜枯记 无处合身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亲请上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我们可以轻松 而且很清楚的明白 太子门案件的来如去曼 虽然整个案件是如此的清楚 也就是国家司法三审 已经判决 太子门无罪 无欠税确定了 但是我们国家五院机制已经失衡 让这些政府里少数贪图奖金的流氓官员 依旧明目张胆 无法无天 但是我们庆幸的是 因为有太子门这个不畏惧强权的团体 他们愿意坚持公理与正义 才得以将这些政府贪官物力的丑陋真相 摊在世人面前 大家好 在电脑科技起飞的年代 我在IC设计业担任工程师 常态的加班跟工作压力 让身体的一些毛病陆续冒得出来 83年初在同事的推荐之下 拜师入太极门练工 慢慢的身体逐渐恢复该有的活力跟精神 而且在师父的提醒之下 不能老是自以为是的就大声 要学着改改自己的脾气才能有好的人缘 而且是在跟师兄姐之间的分享当中 也能互相学习彼此的成长 可是这样的愉快练工环境 却在民国85年12月19日 发生太极门案件之后 完全给毁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初侯宽人检察官起诉太极门 诈欺逃漏税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假的 10年7个月后 96年7月13号 司法还太极门师徒清白 三审判决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计征法 当时无端遭受羁押的太极门师徒 也全数获得国家愿意赔偿 31亿天价的税单 国税局从头到尾 说不出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而最近传出当年税务员史月笙的自白影片 也指出当年是侯宽人主导税务单位 按照不实起诉书来瞌睡 侯宽人起诉书的养小鬼 不只是假的 更令司法界笑调打压 还让台湾在国际上弱人笑饼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 怎么会有检察官把鬼神的事写在司法起诉书里呢? 侯宽人先射箭再画吧 找不到证据 就用搜查的一把唐木剑 固扎太极门养小鬼的证明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后来经监察院调查报告 侯宽人在太极门案有八大违法 并要求法务部从严究责益处 国税局在太极门有隐匿人民有利证据 伪造文书等七大缺失 严重伤害了司法 台湾的司法税务形象 而且法务部刻意拖延 让侯宽人逃过了层出 这过程中可恶的裁税单位 明知当初侯宽人的起诉资料 已被司法判决废弃 却还是依照当初错误的起诉书来瞌睡 九十三年六月十七号 立法院针对太极门的税案召开公庭会 太极门地址把一份一份的证语声明书 摊开给当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胜何看 每一份上面都声明 地址包给师父的禁师理事证语 当场财政部次长张胜何 与中区国税局副局长肖素春 答应在两个月内终结太极门冤案的税案 但却违背承诺没有解决 民国一百年十二月九号 行政院召开跨部门协调会要解决太极门税务案 当场做成决议由台北国税局公告调查两个月 到底地址包给师父的禁师理事证语还是学费 结果7401份调查全部声明是证语 但是国税局做出的报告却是造假 说一半是证语另一半是学费 这样欺骗人民对人民有利的证据当众没看见 或许财税单位已经习以为常 当初国税局苗栗分局长陈和发就曾经对着媒体高喊 法院判的不算 有这样权力超越五院的怪兽级单位 人民遇到他还能够活吗? 财政部长苏建荣 你应该赶快矫正财税单位这种死要前的错误观念 以民为主以法为规 撤销错误违法的太极门税单 归还太极门修行圣地 替自己建立一个税务改革的历史定位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分享 那我们听到那么多的官员的违法事件 想想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么多的违法事件 是要被抓去官的 万一被抓去官了 那他们的后代子孙也会因此而蒙羞 太极门掌门人 从2014年就开始在倡议良心时代运动 主张人人要有良心 天下才会太平 因此人要有良心才不会做错事情 到底良心有多重要呢 当这些掌握公权力的流氓官员 丧失良心的时候 会造成百姓怎么样的痛苦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 去年制作的一段 官员没有良心的影片 揭发一宗发生在台湾聪动的黑幕 24年了 这个家族被国税局伤害影响上万人 最高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 六次判决国税局半送 结果 华恩的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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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税局一局多大 司法毫无约束力 官官相护 人民全力在哪 人记打了 有时候看了会 有时候会的会 他就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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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利政治 罚官一问三不知 这种无良法官 帮国税局一起坑杀人民 华恩的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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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记打了 有时候看了会 有时候会的会 他就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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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良官员的嘴脸 不管是绿色执政 还是蓝色执政 不管是绿色执政 还是蓝色执政 我们只求一个 爱民公正的政府 我们只求一个 爱民公正的政府 ACT1219.org 请点阅了解真相 神奇家族的痛 就是因为官员没有良心 才会导致太子门 25年来这个冤税案件 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 几位在太子门电工 已经超过25年的地址 他们都是因为 侯宽人检察官 没有良心办案 带给他们 二十几年来的委屈 跟痛苦的心声 我们欢迎 现象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当时在同事的推荐之下 拜师入门 至今已超过28年 太极门是古老七宫武术门派 由于小时候向往 金庸小说 古代武侠片 心想 在这都市丛林中 居然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寻古理拜师入门 当时带着一份好奇心入门来 小时候 陈辈铁锤从高处落下 打到头部 当时流血过多 导致后来的严重贫血 在学生时期经常晕倒 头痛毛病也无药可医 没想到入门后 经由练功 无形中居然把头痛的救急治好了 而在生活中 我也运用太极门所学到的 做人处事 让我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 真的很感恩 我的师父 入门三年多 就在85年12月19日 真是寒冷的冬天 当时侯宽冷检察官 只凭黑寒检举 竟发动大批警调及媒体 违法搜索太极门 及部分师兄姐住所 并利用媒体为审先判 将本门污名化 制造了冤错假案 来破坏本门 我的家人同事 遭受到外在压力 最终选择放弃来管念工 我也受到同事 言语计讽 及一样眼光的看待 有好长一段时间 处在恐惧不安的压力阴影下 但我深信台湾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法律终究会还太极门一个清白 民国85年 侯宽人检察官 以假证据 假证人 蓄意要制造出太极门假案 国税局未经傻核 仅凭不识起诉书 就开出了80年到85年6个年度的假税单 历经了10年7个月 民国96年7月13日 使法已经还给我们清白 最高法院也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认定禁师理事赠于署免税所得 弟子互助代办并非盈利贩售 与怎么能夫妇无关 无任何课税问题 且曾遭羁押之无辜被告 更全部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表示本案却认识冤案 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108年 国税局终于将80年82年到85年度 与禁师理相关之课税处分 全部更正为零 却独留同性职的81年度未更正 而109年 中区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 居然联合强行违法拍卖太极门苗栗修行道馆的预定地 并收归国有 这种荒谬的行径抢夺民产 更强大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了25年 我们的南北税务圆安 禅送至今 我们一起走过风雨交加 种种血泪时 人生到底有多少个25年 有很多年长师兄姐在离世时 却带着遗憾 未能见到太极门得到真正的平凡 我们的心痛与不舍 只能祈愿本门冤遂 安见小日能乘冤昭雪 人在坐天在看 天理对良心 做对的事永远不先迟 希望小英总统您能拿出身为总统的担当 不要放任财政部国税局违法的官员 为了贪图奖金额 摘账忘法 抢夺人民财产 土利国库 这种欺压人民的官员 您真的看得下去吗 这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应该发生的吗 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法官律师 学者专家民间团体 甚至国际上各界领袖 大法官学者专家 都为太极们所遭受到的 不公不义而共同发声 一起为平反太极们假案而努力 有这么多正义知识 做您的后盾 您应该勇敢做对的事 没什么好害怕的 任其职 尽其辙 在其位 谋其政 若因所为而不为 当天理审判时 可以问心无愧吗 期盼执政者 秉持良心与职责 督导政府体系 勇敢除措 重建施法威信 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平反冤错假案 归还违法拍卖的太极们修行圣地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先生的朋友大家好 在我还没来太极们念工时 我去过很多中医院和国主馆 都是为寻求能治好我身体多处内伤 后来在好朋友推荐下 我在1994年3月入门念工 念工一年多 我身上多处内伤也一一念好了 不用再吃中药了 在1996年12月19日当天 我跟平常一样 下班就到太极门道馆念工 在一楼电梯口 就觉得不对 因为以往电梯上上下下 都会遇到很多师兄姐们 那天觉得人好像变少了 后来才知道师父被警告单位带走 回家后看新闻报道说 太极门诈欺小鬼 这是一派无言 但妈妈受负面新闻影响 一直跟我说不要被骗 希望我不要去会馆 往后的日子 同事们每次见到我 也一直关心我在太极门是否被骗 太极门是否真的有羊小鬼 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都出现 我也不断的跟他们说 媒体报道说的 跟我在太极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也没有电视说羊小鬼的东西 太极门那么好的地方 却因为当年何况能检察官 浩大喜光 污止太极门 诈欺两小鬼 甚至跟国税局联手 利用刑事假案 及延伸的税务冤案 来迫害太极门 经过漫长的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审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法税捐提侦法 我们以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但国税局却藐视法院判决 继续违法开担课税 于2020年8月21日 强行拍卖太极门苗栗道场修行预定地 并非法收归国有 太极门门权破坏案件 被抓在学者称为法税2284件 甚至还鬼话那篇 连雅小鬼都写进起诉书 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 肯尼斯雅克布森教授 忍不住摇头叹息表示 在文明社会中 控告别人有小鬼这不是正当法律程序 会让人们怀疑 检察官是否精神有问题 还有当年一审 赵子龙法官与二省何一婷的 恩恩耀云警察 都亲自站出来说明太极门案件 是他们花很多时间 亲自审理、调查、传讯与判决 查经太极门不是补习本 根本没有税的问题 太极门少数违反官员 迫害太极门 长达25年的事实 让号称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蒙羞 太极门试图长期以来 自立自费走访 101个国家 宣扬爱与和平及良心 蔡总统也在于有加 说到太极门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这么好的团体却受到 违法官员的迫害 希望蔡总统听到我们的心声 必能主持公道 尽数终结太极门冤错较案 也希望经常愿国家能权委员会 应主动调查 严惩违反官员 从大家的分享中我们看到 太极门129案件 它的起源就是当时 侯宽人的那一颗心 很可惜的是 侯宽人当时选择了 没有良心 所以才会导致至今 上万个家庭 长达25年的痛苦 良心 这是台湾改革工程的希望之光 在此我们愿意以己身之痛 让政府看见 五月应该本于职责 回归应有的机制 真正的为您服务 最后深切的期盼 小英总统拿出魄力 立即终结这一场世界级的闹剧 并严惩那些违法滥权的官员 接下来 我们带给您一首美妙的歌曲 期许台湾所有的官员良心觉醒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大家 良心怀仲才 天地共时代 良心时代已来到 良心好时代 良心在你在我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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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